嗨,大家好 我叫小卷 就是沒有人知道我本名是什麼 大家叫我小卷就可以 然後剛才聽到大家 就是很豐富的分享 其實有點害羞 就是我今天要講就是 我的算是攝影的旅程 然後我攝影的一些觀念 然後我現在 學到的一些想法和感動 那我攝影的起源是 大概在兩年前而已 然後我拿到一台底片機 就上面現在這一台 然後開始了攝影的 旅程 那其實一開始我不知道 我之前是一個不喜歡拍照的人 那基本上我是用錄音這個方式 去記錄我的生活 那我在 就去找了一個我很熟悉很熟悉的場景 然後拍下這張照片 但其實在當下 我沒有任何的 想法說為什麼我會拍這張照片 那 可是在很熟悉很熟悉的場景裡面 會發現到一些很突兀的情況 就是 我的學校可能改變了 就是原本是一個藍色臭的收水桶 然後現在變成一個很華麗的 不鏽鋼的 的廚魚迴衝筒 但是在這很陌生的地方 裡面我還發現了一個 很熟悉的幽默 就是它上面貼了一個蠻 對 最後我拍了幾張 然後把它重啟出來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驅使我按下快門的 不是現在的我 而是之前過去那個 沒有留下任何痕跡的那個我 然後想說 應該要努力留下些什麼 那就是這個原因 驅使我一開始的拍照 那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去拍了一些我的 譬如說這個攝辦 然後或者是 跟大學同學出去玩這樣子 那一開始拍照總會有一些失敗 對 講一下就是我只有底片機 所以它就是失敗就是失敗 沒有什麼好說的 那 所以 就是因為有一些失敗 有一些挫折 那 我去參加了台大攝影社 那去上了一些課程 從這邊我學到一件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攝影這次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我覺得有一個很棒的定義 一開始我標題是寫photograph 就是 其實攝影原本就是photograph 那photo是光 graph其實是畫 那其實攝影對我來說 它其實就是一個用光去做畫的一個流程 對 那 之後我就開始學著用最傳統最傳統的方式 也就是黑白的方式去記錄我的 想看到的美麗的景象這樣子 或者是記錄一些生活的東西 那其實 為什麼選用黑白 不是因為我們看不到彩色 而是 其實有些東西 比現在你們各位看到的顏色這件事情 更重要的東西 比如說一群死黨 那 他們其實 一張照片我覺得很重要的 力量 它其實不是 它上面的一些畫面 當然它有一些輔助的功能 但是 很重要一點其實是 你在按下快門那一瞬間 有沒有讓那個回憶 停留在那裡 有沒有讓這個回憶 能夠傳達給各位 那 後來我就開始學會用暗房 這是在暗房裡面的一個樣子 那 有時候會覺得說自己可能很孤獨 就一個人在一個很黑的地方 大概 什麼都看不到的地方 然後 就是 洗著自己的照片 然後 讓自己的照片孕育出來 但是 其實我覺得 它其實是一個 我的遊樂場 我找到一個 讓我發洩情緒的一個地方 然後 讓我 訴說玩樂的一個地方 黑白其實有一種 讓你 不知道它原本是什麼的一個 假象 就像 這邊它其實是一個漏斗 但是其實透過光影 那它其實是一個賽儀甲 那其實透過光影 你可能看起來 後面好像一個什麼大橋之類的 所以 它其實會有一些 不同的這種遐想 那其實也是它有趣的地方 這邊其實是把照片放出來的過程 就是我們把照片洗出來之後 會來這邊水洗 那 有一個攝影家說過 就是 沖片其實是譜曲 放向其實就是演奏 就是我們把一張照片 我們在暗房裡面做的事情就是 把一張照片努力的弄出來 而那張照片 好像就是 我們賦予它生命 而它用它自己的生命 去訴說一個故事 然後我就不小心拍了太多 對 這是後來 後來就開始學會用彩色的暗房 然後 這其實是一台沖子機 之後照片就會從這邊 就是慢慢的滑出來 那彩色的時候就會發現 它其實不是那麼的單純了 因為我已經很 那時候我已經很習慣用黑白的眼神去看 比如說現在這個世界 那真的真的 就是有時候會太習慣 那後來這邊就是 用CMYK這種概念去 去看這個世界 其實不太一樣 那開始變得複雜 有點像比較真實的世界 那最後還是去選擇去接受這個世界 然後開始用彩色的方式去記錄生活 然後 開始挑戰一些不一樣的顏色 記錄自己認為生命中很重要的朋友 後來就是覺得說 其實 攝影這個事情 很重要的就是說 你要抓住這個當下 它其實是一個凍結一瞬間的一個力量 那 你有沒有辦法 在那一瞬間勇敢的按下那個快門 其實你每一張照片 它其實都是 你需要一個勇氣去按下那個快門 它其實都是需要付出一些成本 對 那其實你會去思考說 為什麼你去按下這張快門 像這一張可能對各位沒有太大的意義 但對我來說意義非常大 它其實是一群朋友 在談心的時候舉杯 然後喝酒 你有沒有辦法在那時候按下那個快門 其實很能 比較難 那時候我們可能大家不會去想要 去拍一下這張照片 那 其實攝影某種程度上 也告訴我一個不同看世界的一個觀點 在一個很平凡無奇的地方去找到一些小小的快樂 或小小的美麗 這樣子 當然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 就是會看到一些很奇力的東西 對 然後有時候夢程度上 你是會去找回自己當初的那個玩心 或是童心的那種想法 那最後我跟各位分享一個觀念 就是這其實是我之前的作品 那各位覺得它是在哪裡拍照 有知道嗎 看得出來嗎 它其實在蘭嶼 就是這個是蘭嶼很常見的那個發呆亭 所以如果有去過蘭嶼就會知道就是 路上就是很多糧亭 然後他們很喜歡在那邊發呆 但其實這張 這個的 它其實是兩張照片的一個作品 那這張照片的名稱叫做假 那什麼是假呢 其實 這張照片不是一張照片 它是三張照片合成的 然後是在暗房裡面 就是把它疊起來的東西 就是我不太會用書暗房 就是我不會印照片 其實我不會印照片 就是我只會用暗房弄 那它其實在講就是 這是一個天空 這是一張照片 然後這是發呆亭 這是一張照片 然後這是芋頭田 這是另外一張照片 那 這個其實在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夢想這個東西 它其實主題是百月夢 那我覺得夢想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其實是可以真可以假的東西 之前有人可能會聽過就是 沒有什麼照片是真的 因為其實你在現在的數位相機都可以做後製 然後現在其實本來原本可能大家覺得說拍底片可能就是真的 那其實也不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假的 對它其實我們在暗房裡面可以做到太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東西是真的 那反過來說 其實沒有什麼東西也是假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相信它是真的 它就會是真的 那下一張照片 它其實是台東的池上 那我拍了四張 然後把它疊起來 那大概很長 然後 對我來說它很真實 可能對各位來說一看就覺得說 它其實是 很明顯就是有疊在一起 但是對我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真實 再真實不過的東西 對 那我想要挑戰各位就是覺得說 欸 照片到底是真還是假這件事情 那其實 夢想沒有所謂的真 所謂的假 那其實只要各位相信 就會 就會有所實現的可能 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